Yo大家好 現在是日本北路遊第三天 我打工度假第313天 然後現在在高山 然後今天應該會是一個非常 輕鬆悠閒的旅程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行程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公川朝市 應該是朝市吧 然後我們現在出發去公川朝市 然後就去那邊把我們早餐給解決掉 OK Let's go 好 現在來到公川朝市 然後我們從車站附近的那個飯店 步行過來大概10分鐘左右 對 非常方便 就是完全不需要大公車 對 好 那一樣 大開殺戒 這個是飛駝牛壽司 對 一罐要480 然後我來吃吃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價值 好吃 雖然好吃 但是覺得480還是有點變貴 這是什麼 烤團子 烤團子 好好吃 好好吃 喜歡 我只能說就是有股飛駝味 這個是來高山還要吃 這個是 Takoyaki的女人 沒有立即的反應 應該是 不太妥當吧 他可能好吃的在下面這個白色的部分吧 他可能好吃的在下面這個白色的部分吧 所以我們還是抱著 一絲希望 不是你的菜 好 這罐480 這罐430 不吃 拿去吃飛駝牛 一個豆腐感 這罐480 歐瓦拉 御天 但是 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意思 又有點雞蛋糕感 有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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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嗎 好吃嗎 我們剛剛吃了那個 飛駝壽司 然後 烤團子 然後還有什麼 飛駝牛奶 還有那個 歐瓦拉 御天 跟那個 布丁 還有章魚燒 對 然後你覺得 哪一個最好吃 章魚燒 好 那你覺得這個 招式還滿意嗎 滿意 沒有章魚燒 好 在公穿招式 吃飽喝足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出發下一個景點 高山老街 Let's go 對 嘗試試試試看 五瓶餅 對 然後昨天看到很多粒子還在吃 對 感覺還不錯 吃 試吃一下看看 好像是麻糬的感覺 它又有一股椒味 還不錯 現在要吃的這個是本日的重點 高山的重點 飛駝牛肉串 好 那我要開動了 就是有種入口即化 然後它牛肉好像在你的嘴巴裡 然後越縮越小 非常好吃 一開始嚼起來會覺得有點難嚼 然後後面 就越腳越順 高山這裡就是 比我想像中更安靜 然後人間稀少 然後更想像的 比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車站這邊距離那個 風川 招式 然後老街那邊就是也不遠 就走大概十分鐘十五分鐘就到了 然後如果喜歡那種 鄉下一點的地方 就喜歡安靜的朋友 就是可以來這裡 就是絕對會 放鬆自己的神奇 對 非常推薦 那今天這個 高山美食之旅 就到這啦 看到了